现在呢还是高丽菜的产季 那我今天要来分享一道我小时候很常吃到的一锅大锅菜 那其实呢它就是高丽菜跟一些食材下去卤的香香的 很下饭也很开胃 那今天阿庆就来分享我儿时记忆的美味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阿庆 今天跟着阿庆的脚步一起来制作这道 古早的高丽菜炉 今天的主角高丽菜我用的是高山的初秋品种 这个高丽菜的介绍呢你可以去看我蛋蔬炒高丽菜 这个影片里面有详细的高丽菜的品种介绍 你可以去参考 那因为我觉得初秋高丽菜下去做这个高丽菜卤 它的叶子够厚也够脆嫩 所以卤起来的味道我觉得会比一般平地高丽菜来得好 来那高丽菜待会不用切我们用手剥味道才好吃 那我们先来准备边边的备料 这里我用了红萝卜条 记得红萝卜条切粗一点 这个大概是将近一公分的宽度 你切粗一点因为要下去卤 所以切粗一点卤出来它的成形状才会完整 这很重要 然后干香菇 干香菇我要介绍一下 一般在台湾买到都是我们台湾产地 是台湾的这个干香菇 所以基本上我水差不多泡15分钟或10分钟 稍微有吸到水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泡太久 泡太久香菇的味道会跑掉 那香菇泡好之后 直接从中间对半切就好 蒜头用带皮蒜头下去剥味道才会香 然后稍微拍一下就好 我要整粒的 因为待会爆香之后下去炒味道会更香 豆皮跟高丽菜一样 我都会用剥的 如果你要用切的也可以 泰波在这道菜里面 是一个神来一笔的提味很棒的食材 少这个味道 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很多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有这个之后你会觉得 你卤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今天有用五花肉 五花肉去猪肉摊饭 你请它帮你切 它的宽度差不多是在 2.5至3公分左右 因为我要把它切成五花肉片状 待会下去爆香 这个味道很赞 这个高丽菜卤 这道菜的其实备料是还蛮简单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料可以加进去 比如说我想要加点香菇 笋制玉米笋都可以 但是它的基底高丽菜是绝对不能省 还有基本爆香料香菇 金钩虾还有菜脯 这一些最基本的元素都要在 锅子稍微预热一下 五花肉都不用加任何的油 下来干炒 透过干炒把五花肉里面 它有多余的或是比较丰富部位的油脂炒出来 五花肉下锅之后 我用中火爆炒了2分钟 你会看到表面稍微上色了 蒜头 金钩虾 干香菇 菜脯 葱段 这一些全部加下来 这些下去之后 火候都一样保持中火 香油这个时候派上用场的 一大匙的香油 这里我就用香油了 因为我觉得香油的味道 辅佐一下这个高丽菜卤味道很搭 接着中火继续炒这一些料 爆炒了3分钟 你会看每一个料都上色 味道也出来对不对 这时候火不用关 酱油三大匙 酱油下去之后继续拌炒 先加酱油主要是要让酱油香可以炒出来 再来每一个材料有沾到酱油的香气 甚至上色 卤出来会比较好看 来 从刚刚的中火 还有下了酱油之后也都是中火 这时候加入1000cc的水 冰糖一小匙 盐一小匙 白胡椒粉二分之一小匙 如果你喜欢胡椒味道重一点的人 你可以胡椒加多一点没关系 但是不建议太多 会去掩盖掉它原本的味道 等它快滚起来的时候 高丽菜慢慢的用手拨进去 我是觉得不要切得太细 这样子卤起来才会好吃 这高丽菜 你一开始在撕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量会不会很多 不用担心 因为加很多的量 但是实际炒出来 卤出来 它会缩水 加比较多的高丽菜 卤出来才会好吃 它真正的这个蔬菜 它的本身鲜甜的原料汁都会在里面 来你看哦 煮滚之后 这种感觉像火锅一样 然后呢 稍微去压它 让它可以更均匀的受热一下 现在不要去翻 因为你现在翻不好翻 量比较多不好翻 盖上锅盖 去把高丽菜给焖软 焖软之后 待会再翻的时候会比较好翻 我刚盖上锅盖之后 都是大火 大火焖着煮 盖锅盖焖着煮 三分钟后 来看一下 高丽菜已经完全软化了 这个时候呢 铲子搅拌一下 让底部跟上面受热均匀 高丽菜本身也有含水量 所以你下去焖煮的时候 这一些料 它也会跟着 释出一些水分出来 我是把高丽菜 尽量集中在上面 那肉啊香菇那些 都把它铺在下面 这样子有个好处就是 肉 尤其是五花肉 在下面接触 很直接 第一个接触到热源 它在软化的时间会比较快 来再盖回锅盖 转小火 这里就需要一点时间 卤20分钟 这20分钟重点是要把味道卤出来 第一 高丽菜入味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把五花肉的猪皮 还有五花肉的口感 软化一下 不要吃起来那么硬 我们要有Q软Q软的口感 盖锅盖小火卤20分钟 打开之后你看 颜色都非常快的上色 而且也很入味 爱定觉得说 为什么刚刚红萝卜没有一起下去卤 因为加热的时间不一样 煮到来 红萝卜条都已经散掉 形状就不好看了 红萝卜条下去之后 豆皮直接用手撕就好了 豆皮它一遇到热 它就很快就会软化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这样子烧豆皮会不会入味 我跟你说 豆皮在吸这个湿气是很厉害的 好 像这样子 一样再盖回锅盖 这里焖的时间 我觉得就可以短一点 10分钟就好 那这时候焖 我会开大火 在大火的时候 让它快速去焖 红萝卜 也可以快速吸收汤汁 也把红萝卜的甜味释放出来 大火焖10分钟 记得哦 是大火 来看一下 汤汁没有减少反而更多 因为焖煮的时候 会把更多的精华逼出来 来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筷子稍微搅拌一下 基本上现在的豆皮 完完全全都已经软化也入味了 然后你看 我要的红萝卜 是不是每一条颜色都很漂亮 再来五花肉 每一个它的弹性都刚刚好 这吃起来是Q的 不会是烂的 好 这个时候可以关火上菜 我个人是很喜欢香菜的味道 不喜欢吃香菜没关系 你可以放葱花 蒜苗 蒜苗也很对味 香菜就直接放在中间 漂亮的上菜 一道充满阿沁小时候 回忆古早味的料理 高丽菜炉 上菜咯 今天的料理影片 你有喜欢吗 还是有什么问题呢 没关系 有什么问题 在底下留言 阿沁会一一为大家来解答 别忘了 要帮阿沁订阅 按赞加分享 这样子我更有动力 为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料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